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的我們好辣醫師團 好辣醫師團今晚又有什麼秘心 沒法理在 還有三位朋友一同分享他們的經驗 我們現代人注重健康 家裡都會有一些小藥局 因為買層藥很方便 我們上次討論過 擦皮膚的甚至一多五六條了 香港 擦香港腳的藥也好多 還有噴濕的那種噴不癢的 這個太多了 感冒有感冒的藥 七船有七船的藥 高血要高血要藥 心臟有心臟的藥 還有胃腸的藥 我想家裡隨便買 都有 因為台灣的藥局太多了 包括很多的醫院旁邊都是藥局 對 所以台灣藥局很多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探討 要怎麼樣適當服藥 我們來看第一個 他說感冒自行服用成藥 方便又有效 一感冒就買感冒藥的 你覺得何來還不錯 方便請舉圈 沒有的請舉查來 都有 這個一定都有 像觀眾朋友也是都有 因為有的人實在不太愛到醫院 走兩步路就到了 藥局隨便買個藥 而且那個藥劑都會 都會自己來診斷 你會流鼻涕嗎 太五味道嗎 有沒有咳嗽啊 有沒有咳嗽啊 你會有這種最好了 這德國來的 對 他都推薦給你對不對 對 所以你就買了嘛 所以買了吃不孝 你也不會罵他 過兩天又來 那好像沒效 不然你看這種的 日本的那樣對不對 你也不會罵他 到醫院你可能又罵了 你現在不會罵了 來 我們許妍卿 像我之前如果去感冒 然後醫生不是會 給我們一個處方簽嗎 然後我可能藥吃完了的話 我就會看著那個處方簽 然後研究說 可能有拿幾種藥 比較適合我 就是對我的症狀 比較有效的 那之後我就會帶著 這個處方簽去藥局 跟他買那個學民類似的藥 或者是一樣的藥來吃這樣子 像現在我就不會每次感冒 都去藥房買藥 像我就會自己買這種藥來吃 像這個是原廠藥 然後這個是台廠藥 然後還有這種感冒的藥水 就是可以止咳化痰的這種 妳是去西藥房買的嗎 對... 在美國妳生病 一定要醫師開廚房 對 在台灣不是 妳到西藥房就拿得到 對 所以妳是有拿到處方 對 我拿處方簽 然後之後就按照 我適合我的那幾種藥 然後就固定買這幾種藥 來吃這樣子 那吃久了會不會有抗藥性 目前是還沒有 對 我自己是比較貼氣 我感冒的時候 我其實不會去買感冒藥 但是親朋好友會很關心 他一聽到你喉嚨痛 可能就拿個吃喉嚨痛的藥 然後聽到你咳嗽 就拿個琵琶糕 然後聽到你就是 最近好像很久沒好 又拿個發泡不定來這樣子 就是它裡面有很多的 特色他們來說就像 說這是德國這什麼 他們會宣傳它的效果 是 這發泡多厲害 是美國第一的 然後可能小學老師發明 然後現在幾萬人在吃 每次去西藥房他絕對不會介紹 同一樣的藥膏 對 他好奇怪 你三四個去找他 又換別的牌子 對 這就是 就打勾嘛 對 然後我們自己是 他這樣出來 他很願意跟他沒有談 可是 陳醫師 你們醫師很相信說 感冒不需要吃藥的 那你們會盡量運動 流汗多喝水 你們會去買陳藥 陳藥的話 其實真的是症狀舒緩 他對於說這個疾病比較快好 或者是吃了就會好 這件事情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感冒 他是靠我們自己的免疫力 把病毒殺死掉 對 所以我們其實會買 大概都是買一些症狀舒緩 比如說像剛剛說琵琶糕 然後有時候就是 比如說這個藥吃的沒有效 這牌子沒效 然後跑去藥局看有沒有 新上市 像女生買那個化妝品 新款的那個粉底 或新款的那個 你一個做人體實驗的狀態 來買藥就對了 你怎麼那麼時尚 你走到流行的階段 而且你吃沒效你就想換 然後有一次就是 平常都買比較知名的琵琶糕 然後有一次就看到 它有一個新款 然後旁邊寫加羅漢果加什麼 加味加什麼 然後就吃吃看 結果不是還好 一次就發現說 慘了 這是我媽媽 我們全家非常風靡的一個 日本的成藥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說什麼吃什麼 我看一下他寫 一天三回 然後可以就是一天吃一包 到三分之一包 二分之一包這樣子吃 然後他們就很像就說 吃了就超有效 可是我每次其實像我自己 我們加一顆 我們自己其實可以看著 尤其症狀治療 就是流鼻水的藥 咳嗽的藥 化痰的藥 其實我們都用 對 妳是加一顆醫師 那妳感冒 為什麼也會買成藥 我不會 這個我就不會 所以我才說 我父母親是神奇的動物 就是如果妳是醫 妳是醫生 但是妳是她的女兒 她不會想去 對 她會覺得 可是妳是舉圈的 我是舉圈 我是買這些成藥 什麼東西 就是說這些東西就是 就是各有各的症狀的用途 比如說這個是 有些比如說像這個 我看一下 就是這個是止咳腰 太多了 因為妳知道我家 妳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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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個醫生 妳這個醫生 妳這個醫生怎麼會生病 不是 但是就是這些東西 背著就是比較方便 因為有時候我們 像比如說剛剛志佳講的 其實我們真正感冒 真的不需要看醫生 我們可以喝維他命C 多喝水其實會好 但是有時候 比如說你連續在值班 妳如果晚上妳又鼻塞 咳的時候很痛苦 然後妳 妳唯一可以睡了兩個小時 就被妳的鼻塞給剝奪了 其實那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我還是都會 尤其是我在值班的時候 我一定全部都會準備著 剛剛這是跟元晶一樣的 就是話談的 醫院的神藥 那個超愛 病人都會指定說 我要那個黑黑的 喝起來 這個很可怕是因為 這個我們正常人喝沒有問題 但很多老人家 我們去一些給 專門80歲以上老人家 非常喜歡一個禮拜拿一瓶 為什麼呢 因為它裡頭其實有一個叫做 妳說這是醫院的廚房嗎 對 醫院廚房 對 那很多老人家很喜歡喝 他們沒有咳的時候還是喝 那其實是 因為看老保健保的話 不是可以這樣說 對 但是為什麼這一瓶會成癮 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成分 叫做Codein 渴帶液 渴帶液它只是 有點像是 馬啡的 細粉 對 淚馬啡 淚的一個藥物 它會有產生成癮的狀況 所以如果自己 就呼籲說民眾 如果你自己的爸爸媽媽 或阿公 阿嬤 你在家裡 你看他每天把這一罐當藥酒 那就表示上癮了 代表到上癮 可是你們現在身上都有 是不是會不會 他們自己上癮 上癮之後呢 然後入股 入股之後就推薦 因為在上癮的人 聽說像老人上癮 他們自己 對 上癮的人不會知道自己上癮 我們是備用 像這個就是我備用 你看我也沒有喝完 這算嗎 這根本是上癮 它是今天第三瓶 那是今天喝的 對 對 就是可以備一些藥 所以有你這個女兒 知道 所以你父母親如果有什麼毛病 會諮詢你嗎 為什麼 可是你 其實都是這樣 就是 比如說我就跟他們講 比如說他們什麼症狀 我就會寫藥學名 你要請他有些藥是 像剛剛我們講失眠的藥 它是管治藥 所以你一定要醫生處方簽 但有一些藥 是不一定要醫生處方簽的 比如說普拿疼 它其實也是一種止痛藥 但是你是可以在市面上買得到 對 類似這種意思 那我就會寫一些說 是可以在藥局買得到的藥 請我們爸媽去買 可是 結果鬼鬼他們還是喝了 所有藥局 所有賣藥房都沒有遵守規定 對不對 一定要買一包 一定要賣個熟人 有一些 有啦 也是有 有遵守的 有些像我有時候去買藥 那我不會買成藥 我一定說我要什麼藥 那他就說這個 我們是處方藥 我說妳不認識我嗎 我是醫生 是不是 然後我就知道 細細人的走了 所以有些藥 有些藥不行 然後換一家就好了 有的很熟很熟 他才敢賣你這個藥對不對 對 所以要知道 不是任何藥 可是我可以理解他爸媽 就是不吃那些成藥的原因 就是因為看他拿一包而已 我買一盒 妳買一盒 一模一樣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 像我吃那些開的藥 真的也沒什麼用 就是比方說有痰 吃艾科痰也不會比較好 有痰 真的 就是吃剛剛講這個 所以妳現在的意思就是 他醫術不好 不會 他看了 體質不一樣 對 我很緊張 我很愛去日本買一些 有的沒的藥 就比方說感冒藥也有 然後止痛藥也有 所以之前我去 就是工作的時候 有一個團隊 整個都是香港人 就他們是真的人手一包 人手一包 對啊 為什麼大家特別喜歡 去日本買藥 我曾經有個醫師不是講過 日本人很聰明 只是在某些藥 增加那些成分而已 對 對不對 不過那個好像賣很貴 對啊 對 然後我就知道 為什麼有效了 因為那個 最近有一個研究 他在做帕金森試症 然後他就說 我有一個臨床試驗 超級有效的藥 要不要加入我們 臨床試驗的藥 這個藥上市之後 所以我這次趁現在 還在臨床試驗 我給你用 用完之後 但其實他那個是騙人 他打的是生理食鹹水 也就是說 當你跟病人講說 這個藥很貴的時候 他回家就覺得 心理作用 對 真的有效 所以我覺得 明明今天講的重點 就是那個藥很貴而已 可是那個症狀會說話 就症狀真的會說話 症狀會說話 這個叫安慰劑效應 對 那是安慰劑 可是這不是安慰劑 對 因為心理會影響生理 對 陳醫師 對 其實感冒大家都會遇到 沒有人沒感冒的 但是我們醫生的基本名言就是 有事 有病要吃藥 但是我們自己是 沒事 有事 最好也不要吃藥 對不對 所以我自己的習慣 真的咳到很嚴重 而且你桌上還是有 而且好多品 所以我要講就是 我們只是萬不得已 不要吃藥 可是有一些訊號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自己乖乖吃藥 像有發燒 痰 黃合色的 這種像感染的時候 我們會吃藥 可是在這中間 多數是症狀改善的 症狀改善的 其實我最常用的是維他命C 我個人 因為維他命C也有一個 特殊的情緣 因為維他命C的八名人 叫做Dr. Pauling 真的嗎 真的嗎 Dr. Pauling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 你知道他是 兩字後面而講 是無聊的意思嗎 無聊法學講更多品講 Pauling DJ勾那個 不過大家知道 維他命C其實對我 大概在症狀緩解 就非常的重要 那從以前我是用吞的 後來發現 Pauling還有一些外國進來的 還有台灣進來的 那其實 可是維他命C算藥品嗎 不是喔 不算 算保健食品 對 其實因為我們自己 醫生懂原理 老實講 我們會抓一些危險訊號 我剛剛跟黃醫生有聊過 其實像危險的 包含嚴重的發燒 甚至於你的分泌就是不對 呼吸喘不過氣 那一定是嚴重的感冒 甚至到肺炎了 那就乖乖的到醫院去 乖乖接受我們治療 可是中間的一些殼 鼻塞流鼻水 尤其我個人對鼻塞流鼻水 比較難接受 所以我們都會吃類似曼陀豬 對 現在很多的藥其實很進步 它都雙效合一 好幾個效果把它合在一個 那有些都是藥的 那至於乘藥 因為有些有開放 有些沒開放 我不太敢去 因為我知名度沒有像黃醫師那麼高 我去的時候 你去的時候 吃不出來 吃不出來 知名度都很高 妳就叫Pauline 對 Pauline 你發明C 也是偉大的 所以我其實以前去挑戰過 不過我覺得現在藥局 只要大的藥局 他都非常聰明 他大概會測試一下 簡單的 一點點不違法 他也許賣你 可是比較管制藥 他們守得非常嚴格 因為一旦被抓到 他就很麻煩 也是很慘 他生意就不用做了 老實說感冒 很多感冒藥都是症狀環節而已 因為剛剛有提到那個 很有效那個咳嗽糖漿 對 它裡面有 不過咳嗽滿有效 對止咳滿有效 可是像我的門診 看好多病都是老人家 有時候60歲 70歲 他只要喝了感冒糖漿 他就大便就解不出來 便秘 就便秘滿嚴重 那個會造成便秘 會 對 不過還是要提醒說 維他命C 我們有分兩種 一種是天然的維他命C 在我們水果 青菜有 然後另外一種是 我們的一些製造出來 一些化工級維他命C 自己是藥丸的 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提醒大家要吃 天然的維他命C 是 顏醫師是第一次上我們節目 謝謝你來 但是 有時候這一段 因為主講是他 你都把他的講完了 他已經在看你了 我一直趕快 趕快鼓勾會 趕快鼓勾會 你很專業我知道 但是謝謝 不要再講下去了 好 妹 因為像我 我以前是不會想說 要買成藥 老師自從有了小孩 因為有一次就是 小孩半夜發燒 然後 我很慌 我就趕快把小孩送急著 從那一次開始 隔天呢 我就大概 然後就 但是我老公 看到我買那麼多藥的時候 他是講 然後我就說 沒有這麼不吉利 他就想說 買那麼多藥幹嘛 可是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藥 就是要先存著 然後因為像我老公 很不喜歡看醫生 他覺得看醫生很麻煩 然後我有時候就是 以前也是會想說 小孩子不要吃成藥 可是後來發現了 我去大醫院排了很久 掛完藥 然後再等醫生 然後醫生 然後再披降 然後再幹嘛的 然後結果拿回來的藥 後來我發現 其實藥局都有在賣 就像這個 就是我們去大醫院看 然後醫生都開 其實大家都推薦這瓶 怎麼這樣 都開這個 是一樣的嗎 對 一個是S的 只是因為蓋成是一樣的 對 是一樣的 結果藥局就有了 然後我老公就覺得說 為什麼要花三四個小時 然後去等 然後到最後其實你在藥局 五分鐘就買得到的東西 然後可是像我 我都會給我的家人吃成藥 可是我自己不吃 因為我媽媽 妳自己不吃 因為我媽媽她就是因為吃成藥 可是因為小孩子的話 我會看如果燒到30 就是38度以下的話 我還是盡量給她多吃維他命 然後跟多喝水 但是如果她真的 因為我有聽醫生講說 其實小孩子發燒 真的喔 對 是不是 燒一下是多久 你說一天嗎 沒有 她是說三天 你不要燒到高燒 38.5的話 其實讓小孩子燒一下 是可以增強她的抵抗力 發燒本身就像是 我們的免疫細胞在打仗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人 幫他雷戰鼓有沒有 我們看那個電影 或者是小說裡面 然後我們這個 這個雷戰鼓的動作 就像我們體溫升高 我們的白血球 又殺得更起勁 這時候我們把它退燒說 你冷靜一下 你休息一下 所以這些白血球 就殺得有氣無力 勢氣就很低落 所以也不是說 退燒本身就會造成你完蛋什麼 只是會 我們身體有這個反應 其實有它背後的原因 不應該完完全全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像小孩子如果燒到 譬如說39度 那通常老人家一聽到說 那你趕快塞塞劑啊 那如果我們都一直用塞劑 這是好的嗎 如果你今天小孩燒到39度 我講誇張一點 39.5 然後跑來跑去... 根本一副都沒有生病的樣子 你根本不用退它燒 因為它顯然沒事 會有39度 我每次都接到那個電話 諮詢電話說 醫生啊 我小孩子發燒燒40度怎麼辦 你不要吵 不要爬來爬去 你小孩就可以爬來爬去 你打電話來是真的不需要 他40度一定會不舒服 他為什麼還可以給爬來爬去 對啊 小朋友有的時候發高燒 他還是精神很好 不像我們大人很弱的 我們只要燒到385 我們就會懶洋洋 小孩不一定 所以如果你們小朋友 真的精神很好 藥水也不用 塞劑也不用 但如果說他真的已經精神 比較不好了 我們原則都是 就是能吃就不要塞 能吃下去就不要塞 對 盡量用吃的 像我感冒啊 我這一年來 我都沒有去看過醫生 那你在心那什麼 那我想說他們 他們在忙 然後 然後 醫生不忙的 醫生很忙 忙就上通告 醫生他們只開到9點嘛 晚上能整到9點 但是我有時候拍完戲 都一定是超過9點 但是我家走出來 左右兩邊就有24小時的藥妝店 所以如果我快要感冒的時候 我就買那個 福茂熱飲 它是感冒前照吃的 那如果我感冒到一個中段了 我就看很多廣告都有講什麼 乾毛 用濕濕什麼的 然後或者是 什麼加強頂之類的 所以我就去買那種 普拿藤那一些的 然後我覺得直接吃還滿方便的 可是有時候是 就是在入外景的時候 太忙了沒有辦法 然後又很不舒服 所以我有時候沒有 沒有辦法即時拿到水 我會用 我就覺得不太好 可是又真的沒有時間去拿水 咖啡配藥對腎臟有 對 要吃藥的話 唯一只能配排開水 配咖啡並不合適 因為如果說 比如說感冒藥當然比較沒關係 可是有些 像我們咖啡裡面有咖啡因 如果說你吃的藥 是屬於高血壓方面的藥 就 那我只喝一口咖啡這樣配 就一口 配不下 一口 好像真的有問題 你覺得一口吞不完 一口就是想辦法 它的那一口 就是那杯把它喝完 那一口就半杯了 像如果說 你如果喝的買感冒 那是綜合感冒藥的話 其實綜合感冒其中有一個成分 讓我們會改善比賽的 是麻黃素 像麻黃素的話 如果你搭配那個大量的咖啡 一起喝的話 有時候有些 會血壓變很高 我本來跳很快 醫生可以給他一張名片 他再這樣吃下去 他應該差不多要去食證 我覺得我腎臟好危險 顏醫師你真的不要再講 因為在講我手擺就不要講 不要這樣 你真的沒講 主講儀式 主講儀式 第一點已經講完了 就是剛剛顏醫師講 很多的這種比賽藥裡面 會有這個類麻黃素 你知道這個 這個所謂的感冒藥裡面 這個類麻黃素 剛才我們 其實保仁醫生有稍微提到 他說他鼻塞的時候 他很難忍受 所以他就會吞 曼陀珠 對 大家可能以為真的是曼陀珠 跑去買曼陀珠 不是 這我們醫生的術語 那曼陀珠那一顆藥丸 裡面就是有一種藥 長得像曼陀珠 不是吃的 真的曼陀珠 讓我們鼻子趕快通 然後可以馬上 就是可以開刀什麼 你知道嗎 他尤其是我們保仁醫生 還要火腹慘 如果鼻涕一直流流 要媽媽肚子裡也不太好 對 所以他們必須要 立刻把症狀止住 然後開始進行工作 可是你就知道 我們如果今天自己身體 有什麼狀況 我們不了解 有這個血壓一升高 你可能不只是鼻塞 鼻塞解除你也開始有一些 高血壓的問題 至於有一些藥裡面 會有一些止痛的成分 或退燒的成分 那喝一杯這種熱飲 沒有事 喝兩杯沒事 像剛剛那個熱飲 對 喝三天 喝個十杯 或者是連續喝好幾天 你可能就過量了 這種過量之下 有可能會爆肝 而且重點是很好喝 那個也是會上癮 因為它有藍莓口味 它有檸檬口味 你們當飲料喝就對了 對啊 所以這些都是 曾經發生過的一些案例 所以我們最好還是不要 隨隨便便去吃陳藥 尤其是小孩 小孩很多爸爸媽媽 因為買陳藥之後 因為上面都寫大人的劑量 對 然後想說那小朋友 就除以二 除以三 大人一顆 那你就半顆 或者是五CC變三CC 這是錯的 因為裡面的成分 有可能根本不適合小孩 小孩吃了就會很嗨 手一直抖 心臟比較差 所以不能拿大人藥給小孩 所以不要 陳藥最好能少 小孩是能夠不要碰就不要碰 你剛剛講蔓陀豬 對 這個就是蔓陀豬 所以它其實從側面看 有點像蔓陀豬 很像蔓陀豬 胖胖厚厚的 可是比如說是老人家 像這一顆藥 就會有很多老人家 晚上睡前吃 結果 妳知道正在使用的外傷藥膏 真的摧殘妳的孩子嗎 而科夫學會前一陣子 才發一個公文 很多媽媽喜歡用這些 涼涼的膏 去幫小朋友消脹氣 有沒有 問題是這些涼涼的東西 當然也許沒事 但是小孩的話 它噴露量太多 它吸大量之後 有些小嬰兒就開始癲癌 這麼嚴重 太多了 太多了